台北市副发言人学姐黄敬英出现在市府门口 而不是首席的办公室门口受访 因为她已经被提名为民众党不分区名单 就怕再度被贴上党政不分的标签 目前就是预计下周一开始请假 那等到12月25号开始公告 正式公告之后才会请辞 下周起就会开始请假专行拼选政 不过市府内列民众党不分区的名单可不少 第一名果然就是柯文哲力挺的劳动局长蓝祥林 第二名则是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特评教授张其露 第三名是鸿海工业大数据办公室主任高鸿安 而市府顾问蔡碧如排名第五 星光人寿大千金无新银排名第七 至于台北市府副发言人学姐黄敬英则是排名第十三 民众党企图用学姐人气冲不分区 主要还是尊重党中央的决定跟安排 那身为就是被安排在名单中 就尽量把这个民众党的理念 跟候选人尽量的推广出去 蔡碧如跟学姐会先直接请假 劳动局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几个法案在议会 包括那个外送 那个外送员的自治条例 还有一些他需要再处理一下 还有预算 所以他大概处理完也会跟着请假 蓝湘林 蔡碧如以及黄敬英 都会先后请辞投入选战 不过黄敬英排名第十三 进入立法院的机会 维护其为 对待业中 然后去全台湾寻找工作这样子 后续陆陆续续都有一些 全台湾的候选人 不管是区域立委 都会有一些辅选的邀约 那扫夜市或是站台 这些活动都可以 陪着候选人一起加油 你现在预计有实施吗 没有啦 我们是这样啦 我们就要 是这样啦 我们总是目标要元大嘛 然后要努力嘛 对不对 你不要说一开始就说 可能只有三级 总会说我没志气呢 我记得当时好像平均年龄 是40.5岁 这个足足比其他党少了25岁 画风一转 柯文哲不忘 虽然蓝绿两党的不分区名单 都是老人跟派系分赃 不分区名单公布后 柯文哲核心幕僚 几乎全部备战 又让民众党陈居后的第一站 交出亮眼的好成绩 欢迎收看林志鹏 李佳化 TV报道 李佳化